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柠檬哥的频道 今天我们煮一道人见人爱的四川名菜 麻婆豆腐 我就看过中华小当家这个漫画 所以就被影响到了 第一集就是叫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看起来做很简单 可是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它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材料 麻婆豆腐里面要有八字增盐 八个重要的那个字是什么 是麻 辣 鲜香 还有昆 烫 蒸 还有嫩 所以这个八字麻是代表什么 麻就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花椒 来看一下 麻就是花椒带给你麻味 然后辣的话是这个海椒味 辣椒面 所以用了两种的辣椒面 鲜是哪里呢 新鲜的鲜 新鲜的话就是这个肉 肉类的鲜味 还有豆瓣酱的也是豆瓣酱的鲜味 所以我们是用很不错的这个平线豆瓣酱 中国的这个红油豆瓣酱 千万不要用黄油豆瓣酱 一定要用这种 还有香 香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有这些酒啊 这些肉的香味啊 还有另外一个四个字呢 就是酥 嫩 烫 蒸 酥的话就是这个肉咯 等一下我们要炒酥它这个肉 OK 嫩的话是豆腐的嫩 豆腐一定是很嫩的 就是它的口感 然后还有汤咯 所以就是烫就是麻婆豆腐 是一个很烧的那个料理来的 粉的话其实在四川的话 是昆的意思啦 就是麻婆豆腐啊 我们是切到四四方方的 等一下我会教你们讲解啦 所以我们现在来切蒜头先咯 姜的话不要切太多 一点点就OK了 再切成条一段 然后再切成颗颗 然后我们就切青葱 让它分成两半 让它切成小小的 然后我们来准备一点 这个永川豆腐 七八粒然后稍微跟它 跟它压碎切碎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了肉碎 还有五花肉啊 所以其实要用牛肉是可以啊 喜欢什么肉就用什么肉咯 所以我是常常用啊 因为为什么自己切的这个五花肉呢 它会比较香一点 口感也比较韧一点 如果咸麻盘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用这个肉碎就好了啦 切我们的这个平线豆瓣酱啊 这个也是红油豆瓣酱 这个是麻婆豆腐的灵魂来的啦 稍微跟它碎一点 都碎好了 就放入碗中备用啦 然后最后我们来切我们的豆腐 豆腐呢要用怎样的豆腐都OK啦 OK 所以这种豆腐或者是那种很嫩的豆腐 所以一定要切到它四四方方啦OK 所以我们跟它分开比较容易切 所以跟它分成两方 这边跟它中间先切一个 这边也是中间 先切一个 然后这边再切 这样切到四四方方 这样切到四四方方 这样子 先倒入冷水 后呢 不用等那个水开 豆腐其实这段时间已经可以下去了 OK 所以慢慢的 从边缘这边 跟它放进去 所以切记 一定要温柔啦 等它水开了咧 我们稍微穿它一个 少过一分钟 不要开太大火啦 然后穿烫的过程中咧 我们可以加盐 可以给那个豆腐提前入味 来现在水开了咧 我们就把这个豆腐 捞起来咯 用一个勺子这样去把它捞起来 轻轻的 让它捞起来 沥干那个水分 放入一个碗中备用 经过汆烫的豆腐咧 那个 这个豆腐会变得更嫩的 轻轻的这样的倒进去 所以放在一点备用咯 在锅里倒入少许油 马婆豆腐咧 一定要用猪油啦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猪油 所以 铺开了 就把我们的肉 碎 倒入 然后在这个时候 下面有处于其中的那个 腥味 然后把肉炒出它 就加一点料酒 蒜米 下去 还有姜 也是下去 所以肉差不多炒到这种微赫色的时候 酥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豆豉放进去咯 切碎的这个豆豉 永川豆豉 还有我们的豆瓣酱 灵魂 就是这个豆瓣酱了 麻婆豆豉就现在有这个豆瓣酱 把豆瓣酱跟这些结合在一起 炒出那个层面盐出来 水一样 加入我们的辣椒面 下水 所以水一定要注意哦 不要太多 所以红色红色的很漂亮 好 因为豆腐那边会出水 所以记得这个水 不需要加太多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加一点辣椒粉 用两种不一样的辣椒面 所以这个是甜椒粉 加一点 然后开火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加盐的 为什么我们不加盐呢 豆腐汆烫的时候是有盐的 然后豆豉呢 黑色的那个涌川豆腐呢 也是有盐的 然后还有豆瓣酱 红油豆瓣酱 也是带咸的 所以如果要加盐的朋友呢 要先测试一下味道先 其实是已经不用加盐了啦 已经够了 加少许的一茶匙的糖 来中和那个辣度吧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豆腐了 今日主角 所以豆腐这边 慢慢跟它这样子包 千万不要拿锅铲去搞这个豆腐 因为豆腐 我们麻婆豆腐一定是 吃起来真正方法 所以慢慢这样子 用这个锅铲这样子推 千万不要这样子去炒 因为炒它等下就变成很烂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慢慢推 大概煮了一分钟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这些青葱啦 把青葱前面的那些白色啊 浅青的部分啊 葱白 葱白 把它放进去 是留一勺部分 来等下点缀用就OK了 麻婆豆腐呢 最后一定是勾三道芹啦 这个玉米淀粉餐水 然后记得跟它搅拌均匀啦 所以我们先勾第一道芹 够了第一道芹 然后就也是稍微把它 再转动一下 所以有一点水是OK啦 因为麻婆豆腐是要带一点汤汁 可是是浓厚的这个汤汁 然后后面来第二道芹 很壮观 很壮观 很烫 很烫 很入味 然后最后一道芹呢 关火 OK 关火 然后才勾最后第三道芹 这个我们叫包芹 所以最后一次包芹的时候呢 会给它再上升更高的那个浓度 然后让这个芹子包着那个麻婆豆腐 慢慢轻轻慢慢的推它 所以煮好了我们就来摆盘我们的麻婆豆腐 看了就饿了 一个好的麻婆豆腐呢 要用一个这样生的容器 因为它是带一点汤汁的 来 所以我们怎样去serve这个麻婆豆腐呢 最后我们可以在上面撒一点青葱 撒上我们这个青花椒粉 花椒粉在上面吃起来的时候 又再加多一层最后的这个麻味 其实没有这个牌子的花椒呢 你们拿那个花椒粉去打 去打就OK了 再放在那个搅拌器里面打一条 来来看一下这个麻婆豆腐 贼香贼香 来 来 你们看一下 哇先试一口 嗯 太好吃了 又滑 整个滑去你喉咙里面 看 这个 红油的味道 看吗 再来一口 嗯 这个肉 很有嚼劲 嗯 豆腐很香很嫩 嗯 嗯 来一碗白饭 然后把这个 淋在上面 伴随这个浓厚的汤汁 哇 这个来 配一碗米饭绝对是绝配 然后我们来试一口配米饭 豆腐 太嫩了 嗯 嗯 哇 哇 好吃啊 嗯 再来 再多一点 配上米饭一流 这豆腐你看 正正方方的 又烫又烧又辣又香 又辣又香 配上那个米饭 它就是完美的配合 嗯 嗯 那个豆腐一咬下去 整个就这样子滑进喉咙里面 整个豆腐的那个嫩嫩的又香味 嗯 我连话都不想多这样 直接烧完一碗饭 太好吃 太下饭了 嗯 所以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 关注 然后 按赞我们的频道哦 真的是 谢谢你们 我会把所有的那些食材诶 详细的放在那个下面的连接箱里面 所以其实这道菜真的是 是不会难煮啊 因为外面煮的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正宗 外面煮的麻婆豆腐 大多数都是偏黑色 把这个是正宗的这个四川麻婆豆腐啊 有喜欢的朋友尽量去学一学看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你们的观看 拜拜